雲端上面除了範例檔之外 我相關的檔案放在那個雲端白板 你打開這個有個結構 第一個章節的第一個檔案的程式碼就在這裡 裡面當然包含就是說 某一個公式的畫面 那我會把它截圖放在這個上面 有點像是一個雲端的講義 那你們可以參考 當然這個畫面大部分都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看連續的話 YH你回家看影片吧 OK 你就可以知道 那首先的話呢 針對我們這個範例檔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這上面有跟我們講 它是希望有沒有 希望把這三個東西 變成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因為台灣的手機開頭都是09 所以它這個電話碼是0911 然後中間請你一定要加個簡號 後面一定三碼 所以如果不足三碼就是補一個零 有沒有 然後再一個減號 再這個補兩個零 因為一定要三碼 當然如果說比較快的方法 你想說那我要怎麼串呢 當然不是叫你圖法鏈鋼 比如說09自己打嘛 11然後1槓 084 1槓 007 如果你是這樣做事的話 你做到下半就做不完 因為現在電信公司都幾萬 幾十萬 幾百萬 那天啊 你這怎麼做啊 所以理論上呢 比較相對快一點的方法 就是你要找到 有沒有哪個公式 可以很快的把這件事完整 你就向下填滿 他就一下就全部做完了 哪怕他是幾百萬個 也都一下瞬間完成 OK 但是前提是要怎麼樣 把那個公式產生 那公式部分上面有提示啦 就是說請你用什麼 用那個第一個 如果文字跟文字串接要這個符號 叫做AND 然後這個函數 總共會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叫repeat repeat是重複的意思 repeat是縮寫 那len的話呢 就legs的縮寫 就是長度 意思就是說呢 主要這兩個函數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到底應該補幾個0 在這個數字的前面 那當然有一個邏輯嘛 我剛剛講一定要3嘛 所以如果不足3嘛 那就要補 比如說呢 你這邊兩碼嘛 那要補幾個0 補一個0嘛 對不對 那這幾碼 這一碼 是要補幾個0 補兩個0 那你會想說 那這個應該可以推敲出來嗎 那實際上我只要知道它裡面有幾個字 那我用什麼呢 因為裡面一定要三個字嘛 所以我可以用3去減 所以你旁邊可以先練習 如果我想要知道這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你可以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插入函數在這邊嘛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然後點擊喔 如果你要插入函數 以色列裡面最最最最關鍵就是這個 fx這個 這個就是插入函數的意思 然後你要找到 如果你要算某個除辰格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那因為它是隸屬於文字類的 所以你可以找文字類 裡面的LEN LEN LEN叫L開頭嘛 你可以找到 LEN 然後它底下會有一些敘述 你必須要告訴我 你那個字在哪裡 儲存格 然後我會告訴你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就直接呢 告訴它說呢 你幫我算一下 G4這個儲存格裡面 到底有幾個字 它就把資料帶過來 然後直接幫你算我 有兩個字對不對 按確定 那你它向右填滿 它會自動去算隔壁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字 那你快點兩下 它其他都算完了 有沒有 這兩個字 兩個字 但問題好像還沒達到 我希望呢 補幾個0 那我要怎麼知道補幾個0 很簡單 前面再加一個3 減掉它 有沒有 在公式等號後面加一個3 減掉 LEN有沒有 這個公式喔 那這樣減完之後打勾 你會發現就補一個0的意思 那向右填滿的話呢 它會把公式複製過去 所以這個公式會變成三減掉 算一下H4裡面要補幾個字 要補兩個字 好 底下一樣 所以你向右填滿之後 你還可以快點兩下 所以說 向下整個填滿就快點這個 這個叫做空點 快點兩下 它就全部幫你算完 然後馬上就知道說 要補幾個0 可是問題要怎麼知道補幾個0 那怎麼去補那個0 接下來齁 你就可以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再把它剪下來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要把這個公式放在哪裡呢 其實再配合一個REPT函數 那這個REPT函數 其實就是重複幾個0的意思 有沒有 所以你假如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把這個公式再剪下來 OK 不包含等號喔 然後再插入一次公式 這個公式就是要重複幾個0的那個函數叫REPT 所以你這邊再找到R開頭 因為它按照英文字母 所以REPT就有了 那你可以看底下 它又要跟你要兩個資料 你要重複什麼字 然後重複幾次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重複幾次剛剛已經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貼到第二個參數 貼上在這裡貼上 那上面這個是TEST TEST其實就是你要重複什麼字啊 那我要重複0 所以你跟它講說0 不過請各位特別特別小心喔 在ESEL裡面 如果牽涉到TEST文字的話 記得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才會視為它是一個文字 如果你前後沒有雙引號的話 它就把它當一個數字 那在ESEL的世界裡面喔 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 記得喔 那個雙引號應該知道 在ENTER的左邊喔 然後你要按SHIFT加上那個 SHIFT按住再按那個 ENTER的左邊那個按鍵 才會是雙引號喔 OK齁 那這樣的話呢 才是跟它講說 你幫我重複這個0的這個字 那我要重複幾次呢 我要重複根據這個而來 那這個是幾個字 一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它會輸出的結果 就是一個0 OK齁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看喔 按確定 好有沒有一個0 然後向右填滿看看 它會補幾個 它補兩個0 有沒有 再向下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它有些 為什麼沒有補0喔 因為有的是3嘛 3嘛 就不補0了 那最後喔 如果我希望3嘛 得到最後結果的話 你想說老實 那補0好像沒意思耶 我希望是084 007 028 043 對不對齁 所以再來怎麼做呢 請你在後面串接 那串接怎麼串接 AND AND 再把那個什麼 G4這84這兩個字 幫我串到後面去 所以AND G4打勾 有沒有發現 就084了 然後向右填滿的話呢 007 再快點兩下 就全部填完了 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全部通通做完了嘛 OK 但問題來了 好像還沒結束耶 電話碼還是沒出來 不過老 如果你這兩個都做出來 前面應該就簡單了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OK 所以其實這是一連串的敘述 只是針對這個資料 我希望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然後我利用了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LEN 去算說這裡面有幾個字 用3去減 再利用REPT去重複幾個0 然後並且把它原來裡面的字補在後面 所以是ANDG4 這樣得到就是什麼 得到打勾之後 那就會是084了 OK 有沒有這樣的結果 但是離我們要的 其實還有一步之遙 因為我要的是0911 然後一個減號084 一個減號007 那我要怎麼樣 剛剛好得到我要的那個電話號碼 所以下一步就是把這個電話號碼 給產生出來 不過應該是有一些同學 可能對LEN或REPT不熟 尤其是REPT 如果你對REPT不熟的話 你可以練習前面這個 要重複幾顆星號 那不是158顆星 是如果100比 也就是說呢 他超過100 這個超過100就給1顆星 那這個超過200給2顆星 400多給4顆星 反正就是除以100之後的整數 就是幾顆星 那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不要傻傻的 你在Ctrl C嗎 然後這個1顆星 Ctrl V貼上 2顆星 Ctrl V貼2次 4顆星 Ctrl V貼10 那你如果假設這個比數一樣 幾萬幾十萬 上百萬比 那你有沒有看 坐到下班永遠還做不完 每天都來吃 不可能嗎 OK 所以呢 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希望 用REPT 去幫我算出 他應該給的信號的話 其實到底差不多了 就插入函數 要不要先放在C3 然後插入函數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先完成這個階段 有沒有 這個基本公式 其實這個公式做完之後 向右 向右拉過來 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只是這個要練習一下 這關鍵的這個 OK 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REPT LEN 甚至是當然還有 文字類的重要函數 比如說還有取左邊的字 取右邊的字 就是LEPT RIGHT 那如果取中間的字 那就MID 那很多很重要的函數 如果你都熟悉 那當然你解決資料 產生的問題就很快速了 如果相反 如果不會 哇 那你真的每天都土法練鋼 那你在一般職場上面 企業裡面看到現象就非常的明顯 會的人 很快就做完了 馬上就可以休息了 那不會的人 真的每天都很忙碌 每天都在那邊Ctrl-C Ctrl-V Ctrl-C Ctrl-V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們可以去觀察那個 呃 員工的那個鍵盤 如果他Ctrl-C跟V 那個顏色都掉很快 那表示他應該都土法練鋼 OK 那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員工蠻聰明的 懂得利用 呃 什麼 現有的工具 甚至會寫程式啦 寫像這個還可以再更快 寫個程式有沒有 按個按鈕一下就OK了 但是那又是另外一個 Label的事情了 所以呢 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然後最終我們其實 反正最終目的就是要加快速度 那後面呢 每一個每個範例 其實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 如果一個問題 那我要用什麼方式 解決最快 最有效率 如果你可以很快的把一個事情快速解決 那當然喔 你在整體的效率上面就大大提升 那如果一個人是這麼有效率 那如果每個人都這麼有效率 如果這個企業 每個員工 東通都不用土法練鋼 那這個企業一定是相當有競爭力的 那當然喔 整個你會 這個公司一定就非常有希望 可是如果那個公司 每個人都在慢慢來 每天都在 這個Ctrl C Ctrl V的話 那這個公司事情怎麼會做得完 OK 所以請各位務必先試試看 把那個函數部分先試試做做看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怎麼手機號碼整個把它做完 那如果假設你對REP就不熟 你可以切到前面的練習 試試看喔 幾顆星 另外還有LEN 算幾個字 你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這個字裡面到底是 是不是正確 因為身份證字號 台灣的身份證號是要十個字 可是如果它不是十個字 就表示它給的身份證字號是不正確的 OK 那如果不正確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把它修正一下 所以這個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喔